一本初衷還有眾生愛情 我們沒有這麼高階層 那麼多人一起退休的 不會去考慮到政治力 政治力的介入什麼 我就卸下重擔 心情是無法研究的 謝謝 謝謝 我可以幫你幫忙 那今年7月跟明年7月 總共有20個 三線二以上的高階警官退休 這是歷年來 警察界沒有這麼高階層 那麼多人一起退休的 6月7月份退休 是應該我選擇最佳的事 最佳的事件 讓新署長有更長的一個時間 來思考他整個高階警官的一個物局 以對警察團結 警察人事安定 能為國人服務 社會的安定 為最大的考量 不會去考慮到政治力 政治力的介入什麼 那署長明天是正式放假的第一天 14年9個月以來 正式可以放假收席 署長有沒有最小的過程 我們這個職務 20小時是在備戰 大小事我都要掌握 那當然是很勞累了 那最辛苦也是家庭 我的太太 那他整天沒有看到先生 只是一通電話 有時候很忙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講很講 他知道我平安 他知道我今天忙碌 高一段落 後來會打電話回去 打完電話我就休息了 大概都是這樣的規律的生活 所以當長官同意我 說可以提早退休 我的學校重擔 我的心情是我好緣意的 那第一個印象 浮出我腦海的 那個畫面 就是回家報到 老婆我回來的 就是那個畫面 無論如何 他也是要回到 他的身邊 來補償 那補償 太太比較不願意聽 她認為也是應該 她支持我 然後回到家庭 我們就過另外一個 平緩的 生活 有 有沒有一句話 然後來 代表你這個 警戒的一個聲音 八個字 一本初衷 還有中生外生 喔 這個很深奧 這個 好 組長好 大家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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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歡迎 來 謝謝 謝謝 謝謝